你知道吗?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作为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,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上,竟因为他的一番话语,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 了解过这件事情的网友们,更是已经知道了,在某个官方的账号上面,就因为张学友的那番话,不仅评论区被沦陷了,就连张学友的那个视频,也不得不因为压力过大,而火速选择了删除。 今天就来看看,张学友在视频中,到底说了些什么呢?导致了许多网友们,纷纷把他吐槽了起来。 当中的情况,可能大家都知道了,在一个央视的官方账号上,曾晒出了一段采访的内容。 在当中的视频里面,有其中的一段,是对张学友的个人采访。 虽说他们的这个视频,目前已经被删除了,但在互联网上面,仍然是有记忆的,已经被一部分网友们,下载并截图了起来。 从他们曝光的截图当中,大致可以看到了张学友,在当时的采访里面,说到了一些,关于香港方面的话语。 他在视频中说到了,香港25年经历了很多,高高低低的起起伏伏,但自己和这个城市,是一起成长出来的,所以他自己,仍然相信这个城市,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。 并且在最后,张学友还在镜头前,大声说到了,香港加油的四个字。 当看到这里的时候,许多的网友们,可能都觉得没什么。 但不少的细心网友,却发现了其中,好像又缺乏了些什么。 因为在视频里面的张学友,他从头到尾的期间,都没有提到祖国两个字。 要知道这一次,是香港回归祖国的25周年,所有的明星艺人们,都在发祝福的时候,不止一次或多次的,纷纷说到祖国的这两个字。 所以张学友的这个举动,纷纷引起了质疑,并在留言区的下面,网友们的吐槽和评论,快速就沦陷了起来。 并且出于这个原因,让这个官方的账号,不得不火速删除了视频,以免引起更大的误会。 但不管怎么说,在这一次的祝福动态中,张学友的发言,确实欠缺了一些东西,因而才被吐槽的。 希望在这一点上,他在未来的日子里,能够好好地改正一下,不要再出现这种错误。 但深入了解过,以及深度关注过的人,都知道这位张学友,其实在他的心中,还是非常爱国的。 早在多年前的时候,他还发表了这么一段文字,纷纷获得了网友们称赞。 他在自己的书发中说到了,在香港的那边,许多人经常有疑惑,在他们小的时候,每当需要填表时,他们都会遇到一个尴尬。 那就在国籍的上面,到底应该写什么?如果写着其他,那么,去到相应的国家时,人家根本不会承认你。 然而到了如今,他们直接写中国就好了,因为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。 并且对于他们来说,他们还可以大声说出了,自己是中国人的这句话。 这样的一个事情,在张学友的心中,是非常的自豪,而且他本人,也在多次的公开场合上,发表过爱国的言论,支持自己的祖国。 所以,让人看出了,这位天王张学友,其实他是非常爱国的,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 然后不仅如此,据其他的网友透露,其实这次的视频,当时分享出来的,只是当中的一小片段而已。 也就是说,张学友那段采访视频,并不是完整的版本,在他们的成品中,也许说的意思,才是比较完美的。 因而这件事情,其实不值得大家,过多地去吐槽它,更不值得所有人,去质疑张学友的爱国情怀,对他们还是多一些宽容吧,那样也许会更好。 最后,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,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?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